有这么一种鱼 身长比三个壮汉敌起来都长 得十几个人才能把它抱起来 如果是以前 渔民们能捞到这么大的一条鱼 这可得高兴坏了 但现在他们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了 因为这种鱼还有个外号 地震鱼 说是每逢地震必有它的身影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水龙王黄大鱼的故事 2019年2月1日 在日本有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 捞上来了两条黄大鱼 这两条鱼 一条身长3米2 一条身长3米01 捉上来这么两条大鱼 不仅没人高兴 竟然还引起了社会的恐慌 流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 毕竟在1932年 日本的本州岛的海岸上 就曾经出现过这种鱼 没过多久 就在日本本州岛的东北部 就有地震发生了 2004年 我们国家的台湾省 也出现了两条黄大鱼 果然没过多久 台湾地区也发生了地震 难道这黄大鱼 真的能预测地震吗 在我们生活中 黄大鱼其实并不是很常见 因此也有很多人 并不知道这种鱼 它是黄大鱼科 黄大鱼属鱼类 是世界上最长的硬骨鱼 一般能长到三米左右 一般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 数百米至一千米以下的深海中 平时主要吃的是一些 深海里的小精鱼类 甲克类和头足类动物 特别喜欢吃鳞虾 当它吃饭捕食的时候 它的身体会呈现一种树直的状态 靠着一张嘴巴 把食物吸进肚子里 利用身上长的栽耙 来过滤海水 再将剩下的食物给吞下 从它的外形上来看 身体细长着它 模样长得和我们平时 见到的海洋大鱼 有很多相似点 但这二者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比如这大鱼的嘴巴要大一些 还比较尖 嘴里面有着很多尖锐的牙齿 尾巴也是细长的 身体扁扁的就像带子一样 颜色基本上是银灰色的 在大鱼的身上 还有着很多小小的斑点 黄大鱼则不同 它的嘴部比较小一些 和大鱼相比 它的嘴巴显得又圆又顿的 嘴里也没什么牙齿 它的背脊呈现出红色 论长度而言 它的身长要比黄大鱼长得多 黄大鱼普遍而言 都能长到两米级以上 其中的嚼嚼者 非亡黄大鱼 更是能达到六米 日本捉到的最长的黄大鱼 甚至能达到十一米长 而且大鱼的分布范围也很好 因为身长实在是太长 古代人看到它 还以为是什么海蛇海怪呢 神秘莫测的大海中 出现一个身长两三米的怪物 1948年英国这艘军舰 受到了这种名为 海蛇的生物的袭击 这种海蛇出现后 不久附近就会出现海啸和地震 别看黄大鱼的身体 细茬细茬的 就跟个纸片一样 但它们打起架来 那也是无比凶猛的 有时候喊起来 更是连自己人都打 这个像是纸片一样的黄大鱼 真的能预测到地震的发生吗 1995年的1月17日 日本的版神发生了地震 很多的日本人 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生命 国家经济遭受重大损失 就在这场地震发生的不久之前 就有人在大阪附近海域 亲眼看到了黄大鱼出没 2011年3月11日 日本东京发生了九级地震 这场地震还引发了海啸 最后造成了两万人死亡 就在这场大地震发生的前一天 也有人看到过黄大鱼的身影 慢慢的日本的人们 将其在这叫做地震鱼 遇或者是龙宫使者 他们觉得 它是海底和陆地之间的使者 过来告诉人们 地震即将来临 要知道这黄大鱼可是深海鱼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跑到潜水区呢 这潜水区可没有它要吃的东西 一个不小心 它就可能饿死了 宁愿冒着饿死的风险 也要来到这里 难道说在深海中 正发生着什么危险吗 这俗话说得好 事出反常必一定有妖 这黄大鱼是怎么来到阿恩上的呢 从一些研究成果上来看 世界上有些动物 确实对于地震 温度等有着非常敏感的感知 当它们出现某些行为时 就代表着有事发生 但对于深海鱼类的活动变化 到底和地震有没有关系 这个还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 日本的科学家们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 到本世纪初 将近八十多年的检测 到达深海鱼类出现的时间 和日本发生地震的时间 进行了对比 结果发现 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不是很大 与其说黄大鱼感受到了地震 不如说这是一种惊人的巧合罢了 毕竟 这日本发生地震的次数 还是比较高的 至于黄大鱼这种深海鱼 为什么会进入前海区 可能是海洋中的洋流 发生了什么异常 亦或者是一些浮游生物的栖息地 发生了变化 种种因素 让黄大鱼抛起了原有的运动路线 最终来到了岸上 就比如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 发现过一只搁浅的黄大鱼 由于鄂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表层海水的水温升高 深海水温下降 来到了海水的表层 最终被冲上了陆地 在我们的平常生活中 是很难看到黄大鱼的 因为它们主要集中生活在深海中 这里没有光线照射 七海一片 在这里生活的黄大鱼身上没有鳞片 也没有外鼻孔等器官 对于光线的敏感度更是非常低 它们要不停地吞噬海水 来获取周围海中的化学信号 通过分析 它会确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它的繁衍速度非常慢 大约要过上14年 它的数量才会翻一倍 而且它们还会自相残杀 有很残忍的同类相残的行为 可能是为了争夺食物或者雌性 雌性黄大鱼的繁殖 每年的11月中旬都是黄大鱼繁殖的季节 它们会聚集到南太平洋 萨瓦伊岛附近的海洋里进行繁殖 科学家们一直都搞不清楚 它们是依靠什么确切的方式 每年都能够精确地回到这里 黄大鱼在繁殖的时候会团成一团 身体相互扭曲地缠绕在一起 这一团可能会有几十条甚至上百条 只分特殊的是 这些上百条的黄大鱼只有一条词语 也就是说 这上百条的雄黄大鱼 只能通过抢夺 获得繁衍后代的机会 这也让这座宁静的小岛不再平静 在完成交配的雄性 这些胜利者就会离开这片寒雨 剩下的雄性将会投入下一轮的战斗中 继续与雌性纠缠在一起 但是每年总会有那么几个迟道者 这些迟道的黄大鱼就失去了交配的资格 它们就会变得十分凶残 开始对附近的同类打击报复 科学家们从黄大鱼尸体上研究出来了不少的成果 比如为什么黄大鱼在繁殖期变得不再好道 这是因为黄大鱼的体内会产生一种霉 这种霉十分的特殊 只会出现的黄大鱼繁殖期 它会压制住黄大鱼增强好生的欲望 再比如 大鱼和黄大鱼明明没有亲戚关系 却有着相似的习性 什么习性呢 那就是它们都会咬着一个东西 就不砸嘴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 不妨点赞关注评论支持一下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